我并不知道他们这是一个新的作品 刚才我还在问蔡林老师 我在跟他交流 这个作品实实在在讲 就是非常成熟 我就是很遗憾你不是我们战队的人 但是我必须要赞美你们 真的要为你们点个赞 那蔡林老师我多问一句 接下来就是要上场的 就是您战队的又压力过去 我们现在就是 我这体格无所谓压力不压力 反正什么也扛不住 不管怎么样 我想兵来讲党水来吐吞 我想我们的战队 他们会用他们的表演 奉献给大家一段 还是有信心的 一个喜剧演员光会甩包会不行 会演人物 演角色 必须到咔嚓得咔嚓 到近人物走心就得走心 我觉得他们三样全做到了 不单作品我喜欢 三个演员我都非常喜欢 喜欢喜欢 作品里头有两个突出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我们谁都知道 家里不可能藏这么多钱 你有这能力外边弄卡呀 或者其他的网上银行就解决了 所以一开始呢 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我看你能想出多少七四妙想藏钱的办法 所以其实最后大家的注意力 从这个沙发上 鱼缸上 壁纸上 照片上 转移到了这个空调里边和那个帘上 尤其那脸作为底 点睛之笔 他把人物搁到里头了 所以就我们在查 他有多种藏钱的方法 这是小品带给我们互动的一大乐趣 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在表演上 三个演员非常扎实的立足 女演员极容易演成一个汉妇的形象 但是你把她演得可爱了 尤其这钥匙一拿 这个人物完全立足了 女演员要往实了眼 就现实生活当中 既疼老公要管老公 要实了眼 男演员这边 丈夫要往虚了眼 就心里头也发虚 这事本身也是虚的 你得把他尽情 入情入理的眼 这两个演员之外 这大宝要往呆了眼 往傻了眼 都做到 就是说他本身越呆 这个反差萌越强烈 他这萌制才出来 所以我也特别欣赏 大宝这眼 看了你多长的表演 发现别人眼都是装傻 就你也是真傻 组团来看咱们春晚的 这几位朋友 来 也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一句话 女主就是我们的偶像 谢谢 这个作品 相信大家的笑声 已经足够证明 这是一个好作品 好结构